嗨,哈喽,大家好,我叫Daina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如何平时保养我的头发护理这些 然后怎么样让它伸发 然后再来就是让我的头皮很紧致 然后也不会令到我的脸下垂 你们想想看,整个头皮的面具 就是大过我们的脸 我们脸的面具只有这样子而已 头皮就没有,就从这边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到这边去,你想像那个面具多么大 就是大过我们的脸 如果我们的头皮一老化的时候呢 它一下垂一松弛,我们脸整个都会垮下来 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呢,照顾头皮很重要 不要吝啬,不要只是照顾脸 偏心照顾脸,头皮没有照顾 那么首先呢,我会用肥皂 就是这个肥皂,我把它磨成这么碎 然后就放在这个杯子,看到吗 我放在这个杯子,水不需要多 就是放到这边而已 然后这个杯子去哪里买的? 在Aeyon哦,在那个Daiso那边就有卖了 看到吗,那个水,就是放到这边 然后呢,我就这样子,哈哈哈哈 就会分开,可以分开它 对吗,所以你们一来 都会分开,可以分开这边 最后一边,我会分开 然后呢,你们看那个素质 哪里面都会分开 建议,我会分开 然后呢,和我们的其他人 都会分开,但才会分开 因为你的主要是相当的 但是你很久 我会分开, cercetooth 你要把它洗掉 就这样子敷 我的时间到了 已经有15分钟的时间 你看到吗 那个泡泡越来越少了 也就是说它已经渗透到我的皮肤里面了 全部它已经渗透了 我会把泡沫冲掉 过后我会用 全部洗一轮 洗了过后我会用这个治療 我叫它两公婆 它们不能分开的 要一起用的 这个治療是非常棒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棒的治療 我现在跟你们讲怎么办法 之前我用的抗尾 都是用在发尾 头皮是不能碰到的 可是Lubis要的就是很不一样 它特别不一样就是从头皮 整个头皮 放到发尾 就是整个头 头皮哦 对哦你没有听错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这样子我杀掉了 你叫我放头皮 可以吗 我的头皮不会油吗 我问的东西 就是像你们现在走向的 真的 它就是从头皮开始 然后到发尾 然后你冲水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哇你的头发 真的是很软 它软到来哦 你打干的时候 它不是扁扁的 不是扁扁那种的 之前哦 我的头发就是 出了一点油 整个头发就是扁扁的 现在不会 它就是冲水了 过后呢你头发很滑 然后可以很感觉到 头发很大把 就是蓬松 那种感觉 很舒服 然后你的头皮 是零负担的 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是很舒服的 我冲完水过后 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我用这个喷枪 来喷我的头皮 OK 我去冲水了 我已经把头发打干了 你看我的头发是很 很松 很松的感觉 那么等一下我就会 用喷枪 然后放这个 130种的生长椅子 来喷我的头皮 还有跟这个tonic 这个tonic呢 我一直都还没有用完 它就让我长头发了 这边 这边 看到吗 我这边就不要空了 这边都长了 还有跟这边 如果有看到我的照片 之前的before after的照片 你就会知道 我这边两边是很空的 当然是我的人都知道 以前我的头发是 每天打到很紧很紧的 很紧很紧的 那么我这两边的头发 都是很 就是很空 我自己也没有察觉到 我还以为很美 然后就是有一天 我就直接跟一群人拍照的时候 突然间我就看到 啊 这边很空 两边很空 我自己还知道 我原来是落法了 然后掉法了 那么我会用这个喷枪 这个喷枪就是一击多功能 OK 就是开 OK 我先用 Ampusion OK 要需要多 两个drop就可以了 然后 就是这样子喷 一个手指的距离啊 一个手指的距离啊 然后就这样子喷 然后就这样子喷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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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可以看 转圈圈 另外这边头发不要少 这个伸张银子呢 它是可以去到我们的真皮细胞 几乎在市面上呢 没有一个产品 我们是可以去到 这个真皮细胞的 唯一就是这个 鲁皮肖 很像传统啊 传统的那种 生法护理那种 它跟鲁皮肖不一样的 就是 我们是跑这个细胞的 细胞护理来的 因为传统的顶多就是 Tonic了过后 然后就是 它渗透到只是毛囊 吸收营养而已 就是在表皮层 然后呢 我们这个呢 是去到我们的这个真皮细胞 然后 我们会 恢复年轻 OK 它把我们老化的这个细胞 叫醒 然后我们就会 用年轻 你看我吃放两个Drop 就可以喷这么多 因为它分子非常非常小 它这个分子喷出来 是0.90 比纳米更纳米更纳米 就是它分子很小 然后它可以帮我们的表皮层 紧致 毛孔紧致 为什么生出来的头发 这个baby hair 还可以长大 因为我们的这个毛孔 它已经紧了 过后它就是可以抓那个头发 它不会让它再掉 这样的意思 有些人 他做了这个 生法 可是它的baby hair 不久就掉了 它的原因呢 它是可以让它长头发 但可是它换不住它 抓不住它 就是它的这个毛孔 它没有紧致 所以它就把它的baby hair 抓不稳了 然后它要大的时候又再掉 它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放 一个棒 两个棒 这个是tonic 用完了ampuse 我用tonic 这样子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头皮哦 有没有劲 其实很容易的 你可以这样子抓你的头发 你拉 看你有没有松 之前哦 我这样子拉 我可以看到很松 我的脸在两边 很松 你看到那些 他们做那种整形的 拉皮的 全部都是从这一边 当然从这一边是因为 不要看到那个疤痕 再来它就是拉去头皮这边 拉压紧 就是拉压紧 所以头皮紧致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做埋线都好 埋线哦 它们也是在这边 也是在这边 头皮这边埋线的 然后如果是头皮又再松弛的话呢 你埋的线哦 顶多啊 就是可以耐一个半年 一年而已 当你是要看你的生活作息 如果你是 你是熬夜的啊 抽烟喝酒啊 那些不照顾的啊 你认为它被耐久了 其实是耐久了 你一直要去捞 所以这个呢 它可以达到那个效果极致 然后你的皮肤还会有弹性 然后那种斑斑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这么讲话 就是这样子 你看它头发很透松 就是这样子 OK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 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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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